Hello,我是S.N.T.O.T.K.S.P.C.J.Y. S.N.T.K.S.P.C.J.Y. 恭喜大家新年快乐,四五年新大运,上来还有我自己开工大集。 很开心,施甲丑皮卡这边终于轮到我的工程开工了。 大门左边右边,个别准备了两个废料桶,以方便泥土和杂草的处理。 来快来看看我发现了什么,花座们会有挖机的,厉害了吗? 呀,对了,做流水鱼池的投手也是今天开工,看都把它给忘记了。 来看这边,这个就是鱼池做好过后的样子啊,好期待。 既然设计师,鱼池投手,水泥投手都在,那就来个临时工程会议再次确定尺寸和大小吧。 材料送达,工人开始进行水管的布局和鱼池的砌砖。 在不会影响鱼池工作的情况下,水泥扩建工人开始对地基和地导的位置进行标记和挖掘。 投手也会对挖好的地基进行局部修饰和尺寸的确定。 水泥材料陆续送达工作现场,来考考大家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? 来,答案揭晓,它就是4乘4的Y12地基框架了。 地梁进行中,屋主一有时间都会到现场走走看看多么的迫不及待想办新架。 地梁和地基放置完成,工人投手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基础和检查工作。 P.E.塑料布用来隔绝钢筋惠名图。 地梁和泥土的直接接触,这更好地避免日后泥土里水汽对墙面和地面的影响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边,我们下期见,记得点赞与关注,关注JY不迷路。